今天一開始來關心到的是搭飛機不肯系安全帶 結果害得整班飛機因此延誤了兩個小時 今天原定日本時間上午11點50分 起飛返台的華航CI-121班機 飛機上有一名疑似是日籍旅客 因為不肯配合系安全帶 導致班機沒有辦法起飛 直到當地的航警請他下飛機 飛機才順利返台 不過已經延誤了兩個小時 這名男子從座位上起身 所有飛機上乘客的眼光都投射在他身上 全因為等他配合系安全帶 儘管在空腹人員以及機長的勸說下 男子仍不為所動 最後遭航警請下飛機才結束獎局 華航CI-121班機原定29號日本時間上午11點50分起飛 沒想到華星到起飛跑道前 機上一名疑似日籍的旅客不配合系安全帶 為安全考量整個班機折返登機門 將男子帶下機 而這一折騰就是兩小時 最後下午2點25分才抵達桃園機場 廣播說有一個乘客會有系安全帶 然後他如果再不系安全帶 我們就要折返回去重申 就請當地的警察 然後就請他下機 相承蠻久的 巨同班機的乘客表示 這名男子雖然拒絕聽從空腹人員的指令 但過程中並沒有大吵大鬧 只是默默堅持不系安全帶 直到航警將他帶下機 整起事件才落幕 記者桃園綜合報導